接下来关注跟俄罗斯有关的这个消息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传出在狱中下落不明了 律师会客时间找不到人 御方却说他不在关押名单上 失联的时间正好是俄罗斯总统普钦宣布 明年三月要寻求连任 而纳瓦尼的团队也积极运作 成功透过政府的审查躲过了 他们在莫斯科街头树立一个看似新年祝贺的看板 但是只要扫看板上的QR Code 就会连到反普钦的政权网站 让克里姆林宫为之震怒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因为杠上普钦政府正在狱中服刑 但他的律师周一表示 纳瓦尼已经失联六天 会客时间找不到人 再三询问下 御方却表示他不在关押名单 周一也没有如期出庭 我们不知道阿雷克西现在在哪 他应该在他两年里 他在两年里 47岁的纳瓦尼是普京政权的头号敌人 他常年在俄罗斯境内发动抗争 在网络上揭发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企业 贪腐恶行 2020年他在西伯利亚往莫斯科的班级中昏迷 送往德国治疗 推断他是被下了神经毒计 诺维巧克 但俄罗斯当局否认犯行 纳瓦尼2021年康复后自愿返回俄罗斯 下级后不久就被逮捕 被冠上各种政治罪名 至今共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 纳瓦尼今年传出疑似遭慢性下毒 整个人身形暴受越来越虚弱 近期还在牢房中昏倒 团队担心他这次下落不明 可能有人身安全疑虑 纳瓦尼的消失时机相当敏感 俄罗斯明年3月举办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普京才刚宣布将绞逐连任 却被反对派处处戳到痛点 莫斯科街头这处广告看板写得住俄罗斯新年快乐 乍看之下没有什么特别 但民众只要拿起手机扫上方的QR Code 就会跳出各种反普京政权的文宣 这是纳瓦尼团队成功躲避审查开出的第一枪 让克里姆林公为之震怒 普京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 至今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 加上2020年修宪让既有任期归零 他至少能继续执掌大位到2036年 根据知名统计资料库斯的提斯塔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10月 普京在俄罗斯基地的支持度仍超过八成 有民众直言 希望看到选票上出现不同面孔 换换口味 不过这回还真有人敢站出来 现年40岁的邓佐娃 他曾是记者 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主张乌恶和平和提升妇女权益 虽然他还需要30万民众联署 才有参选资格 就算真的和普京打对台 迎面也是为乎其为 但邓佐娃希望他的声音可以被俄罗斯人听见 尽管这一切需要冒巨大的风险 随着俄罗斯选战即将开打 乌俄战争也备受关注 美国600亿美元的原污款项在国会卡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号第三度访问华府 请求美国继续军援 国际货币基金 IMF宣布以长期贷款方式向乌克兰发放9亿美元 泽伦斯基则强调乌克兰已经在生产自家武器 但这场战争仍迫切需要外界的帮助 TVBS新闻做客报道